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嗨 你好 欢迎你来到马来西亚首都吉隆坡市最令人向往的高山住宅区 Dammanswar Heights 百沙罗高原 那今天呢 我是Peter 我要向大家介绍一个刚刚推出市场的豪华独立式洋房 很多国外的朋友都问我 诶 这个百沙罗高原为什么一听到就兴致勃勃就很感兴趣呢 那为什么呢 原因就在这 第一点 百沙罗高原位置于青葱翠绿的山上 第二点位置优秀 它位置于吉隆坡市中心和雪狼狼八达零市的正中间 离这两个地方呢才15分钟的车身 没有车也没有问题 因为这里有个捷印站能够带你直通到吉隆坡的近三角KLCC 那第三点 这里居住着许多成功的商业人士 社会名流 还有着明的运动员 那正好能够称夺您非凡的身份以及地位 重点来咯 百沙罗高原还被着明的Loonly Partner 评选为全球十大顶级的住宅 而且它还是在东南亚唯一被评选的 这个地方除了有像Pavillion Damansara City这样子的购物中心 Benz百货 还有很多国际化的顶级的餐厅 让你享受无限量的美食之外 这里呢还有鼎鼎大名全马十大顶级的国际学校 Gardens International School 还有Monkeran International School 就近在支持 由于这里的土地稀少 那它的房价也一直不断的上升 也成为了您值得考虑投资居住的一个地方 来 我们看一下房子吧 嗨 欢迎欢迎 在你眼前呢 就是刚推出市场的独立式洋房 那我们这间洋房呢 它土地面积呢 9998平方尺 建筑面积呢 亿万平方尺 房子的前房和后房呢 都有很宽散的这个花园 那从大门一进来呢 你可以看到呢 这个车房呢 至少可以容纳 差不多六辆车 那我们从车房旁边一看的话呢 在这里呢 还有一个 司机的休息室 那下雨天呢 回到来呢 也不用担心 因为车房有遮盖 我们往后院去吧 我们现在在这个洋房的这个走篮呢 如果我们往后去的话呢 我们就能够去到这个洋房的后院 你们看一下这个后院 非常的宽散 而且周遭呢 还围绕着很多的绿树 那这间房子的特点呢 是它的土地的位置比较高 所以呢 你可以享受到这个私隐的空间 不单止这样子 你还可以调弯到这个百萨罗高原的美景 所以呢 这个地方呢 你可以考虑建立一个私人的游泳池 或者一个茶厅 然后呢 回到家的你呢 能够跟家人呢 享用这个茶点 那刚刚看的后院呢 这里呢 就是这个洋房的前院 也是非常宽散 那 我们现在呢 进去看一下房子吧 嗨 欢迎欢迎 这间房子呢 总共有五间房间 八间浴室 两个客厅 两个饭厅 一个用人房 一个干合室厨房 一个储藏室 还有一个多用途空间 整个房子的设计呢 是古典热带风 那我们一眼一看呢 我们可以看到 木的结构为主 那这个房子呢 用了很多纯天然的木呢 来布置整间的房子 所以它带来给你一个淳朴 热带雨淋 自然之美 好 欢迎来到这个豪华的大厅 这个大厅呢 面积大 而且又有这个调高的空间 让回到家的你有一个舒服的感觉 而且它四周围呢 都围绕着精致木的设计 带来给你这个大自然的感觉 这个客厅 至少可以容纳十个人一起在这里聚会 那客厅的旁边呢 我们还有一个空间呢 可以拿来做小客厅 或者呢 可以拿来做精致的酒吧 来招待你的客人 客厅的旁边呢 有一个楼下的这个房间 那这个房间可以拿来做父母房 或者客房 那教终的长辈呢 就非常方便 因为大门就在旁边 那这个房间有自己的浴室 也有自己的阳台 那早上起来的客人呢 或者长辈呢 可以在这里享用他们的早点 我们现在来到饭厅了 那这里有一个饭厅呢 是拿来可以用来喝茶 那后面这个饭厅呢 是比较长行的 可以拿来用餐 而且这个饭厅呢 还可以摆置一个长行的餐座 能够容纳十个人 在这里一起用餐 我喜欢这间家呢 是因为除了它有自己的魅力风格之外呢 那它还有很多空间 能够让你加上自己热爱的风格 那就好比这个多用途的空间 你看下这个空间 非常的宽阔 那这个空间呢 你可以考虑拿来做健身房 或者小型电影院 那如果喜欢大自然的话呢 你还可以做一个开放式的庭院 那可以直通到这个后院呢 还有这个游泳池 也可以享受这个百少路高原的美景 现在我们就来到那个厨房 那旁边这里呢 你可以看到就是用人房 那厨房呢 它的设计呢 非常的实际 而且也很宽阔 我们先看看厨房 这个厨房的设计呢 是L-shaped 那你可以看到呢 很多的厨柜 那三个角落 我们都可以看到这个厨柜 然后我们再前进的话呢 就是这个四厨房 嗨 欢迎来到楼上 那一来到楼上呢 我们可以看到呢 就是这个全木长形的走廊 那这个走廊能够让你光看到呢 我们桃花的大厅 这个走廊呢 也会带领你到楼上四间的房间 我们去看一下房间吧 我们一上楼梯呢 的右方呢 就能够带领我们到两间的房间 那每一个房间呢 都能够容纳一个双人窗 至少可以容纳到两个人 一起在这里居住 那每一个房间呢 都有自己的浴室 我们来到主人房呢 你看 非常的宽阔 那这个主人房呢 除了屋顶高之外呢 你还可以看到它的屋顶呢 是热带雨林的风格 那另外的东西呢 是这个白叶川 它带来给你回到度假村的感觉 那这间房间呢 这窗户很多 那你窗户一打开呢 你也可以看到呢 这个自然感照进来呢 就可以照亮这整个地方 而且同时间 你还可以享受到 外面白沙罗高原的美景 好 我们看完这间房子了 那这套房呢 适合六个人以上的家庭 居住在这里 家庭的长辈和小孩的 也非常适合 如果想要更加深入体验 这间房子的话 或者这个地区的话 请随时联络我 我是Peter 谢谢你观赏 马来西亚房地产视频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如果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感谢观看